大家好 那么上一节呢 我们主要讲了啊 我们这门课的第七章 嵌无式的操作系统 那么关于操作系统呢 我们上节课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介绍 介绍了什么是操作系统 包括它的几种定义方法 还有操作系统的一些分类 分为一些比如说一些批处理操作系统啊 分时的操作系统 还有时时的操作系统 它主要是分为这三类 那么还简单的介绍了一些操作系统的结构 它的单体结构是 单体系统是怎么样的 它的分层系统又是怎么样的 还有包括它的虚拟系统和客户的服务器系统 那么最后讲一下操作系统的一些功能组成 那么它的功能组成完了以后 我们还讲了一些嵌无式操作系统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关键的一些技术指标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接着上一节课的内容往下讲 那我们这节课呢 首先的第一讲述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RTOS的一个要求 那么这种RTOS呢 是一种实时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时间测性呢 就要求必须保证系统在逻辑上和时间上 必须要满足一个它所要求的一个指标 那么首先呢 一个系统的运行呢 它必须保证逻辑上的正确 那么第二点呢 也就是逻辑上正确以后呢 还要保证一个具有时间的一个确定性 也就是说你这个系统是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你的运行 那么这种的实时系统呢 主要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软实时系统 一种是硬实时系统 那么在软实时系统当中呢 那么任务要求呢 是尽快的执行 但是不必在特定的时间内要完成 那么对一些硬的实时系统来说呢 它不仅要求你运行要正确 而且要求必须准时 也就是说 必须我们在一定的实现内完成一定的功能 那么大多数的这种实时系统呢 它是满足一种 要么是软实时 或者是硬实时的要求 那么实时的操作系统呢 它与普通的系统呢 它有一个不同的之处呢 也就是说 它要满足一个处理和时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在实时计算当中呢 那么系统的正确性 它不仅仅依赖于计算的一个逻辑结果 而且还依赖于结果所产生的一个时间 那么对于实时的操作系统 来说呢 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实时的操作系统 它必须满足一个事实 事先定义好的一个时间限制 切实当中 在这个时间限制中呢 它要对外部或者内部的实践 要进行一些响应处理的能力 那么这样呢 我们实时系统就可以定义 定义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个能够在事先指定或者确定的时间内 完成系统功能和对外部或内部 同步或异部实践 做出响应的一个系统 除此之外呢 那么RTOS它是一个实时的操作系统 那么还需要一个有效的中断 还有一个 Io能力 它要通过这种中断和Io能力 来处理的异部事件 还有有严格限制的一些数据的收发 比如说一些 需要一些定时器中断了 还有技术器等等 那么它的具体能力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的 你这里来看一下 那么它的具体能力呢 要分为两个方面来体现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系统应该有 应该在事先定义的时间范围内 区别和处理离散时间的能力 那么第二个能力呢 就是能够处理和存储 控制系统所需要的一些大量的数据 那么开发嵌务式的实时的这种 应用系统呢 它就需要一个支持实时多任务的 一个嵌务式操作系统 它的内核 这种嵌务式系统的一个内核 那么这种嵌务式的应用 它不仅局限于原来的应用 面对系统级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系统最开始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系统要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你需要在多长的时间内出一次结果 这都是系统级的一些要求 那么它不仅局限于这个层面上的要求 那么而且还需要对用户级的应用 满足在各个层次上 尤其是比如我们一些消费产品 比如说一些电子类的 什么数码相机啊 等等这些消费来的产品当中 又满足这些产品级的需求 那么在这个应用方面呢 那么嵌务式的应用系统 它的开发和定制就变得是越来越重要 那我们传统的就是最早期的嵌务系统 它是基于逻辑开发的 那么它是一种循环控制的一种系统 那么这种系统呢 它是不满足这种需求的 那么只是适合一些小系统的 比如一些小的系统的一些开发 那么目前来说呢 那么这种嵌务式的软件开发 特别是所谓的一种单片机应用啊 它是处于一个处理器 直接编写的一个阶段 那还没有采用这种商品化的 这种RTOS 这种有实时的操作系统 那么在开发嵌务式系统当时的时候呢 就无法将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分开来处理 也就是说每次开发的时候 都要特别定制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 那么这个开发代价就比较高 而且周期也是比较长的 那么你的可靠性 有时候是得不到保证的 那我们使用这种RTOS的内核呢 那么可以针对使用的一些处理器 进行一些优化的设计 那么做成一个高效率的 一个实时的多任务的内核 而且呢那种商品化的一种RTOS呢 那么它的内核呢 它是经过应用考验的 具有比较高的可靠性的 那么并且在上面 可以根据不同的处理器 处理器体系结构呢 设计不同的一种API的接口 那么这些的RTOS呢 是基于设备独立的 一些应用程序开发的 那么在RTOS上面呢 我们可以编写出各种硬件 比如说一些硬件驱动程序 还有些专家的酷环数 行业的酷环数 产品的酷环数 还有一些通用的应用程序一起 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打包来 作为销售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那么这种RTOS呢 它也是一个软件的平台 那么这种RTOS里边呢 它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一个实时多任务的 一个内核 那么它这种内核呢 它是实现一些 什么样的功能呢 比如说一些任务管理啊 定时器管理啊 存储器啊 资源管理 实践管理啊 消息管理 还有一些信号量的管理等等 那么它这样的 具有这么多的功能 它可以实现一种效率高啊 体积小 以及功能强大 而且是一于定制的 这种开发的一种嵌入式系统 那我们下面 我们看我们这节课的 一个主要的内容 就是我们介绍 这种常用的 这种嵌入式的操作系统 那么我们常用的这种 桌面的操作系统 它的种类比较有限 比如说我们经常所知道的啊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啊 我们中国大陆 包括美国 广泛使用的 世界范围内使用很多的 就这种Windows系列的操作系统 那当然还包括一些Linux Unix等等 那么这些系统呢 它的种类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嵌入式系统呢 那么它的种类就比较多了 那么是因为它的应用环境啊 也比较复杂 多样化 那么它的嵌入的操作系统 种类就可以比较多 而且可以适应不同的一种需要 那么目前为止呢 那么被使用的嵌入操作系统呢 有大概有几十种 我们现在主要是介绍了 下面这几种 我们会围绕的一个是 第一个就是这个Nuclears Plus 还有Vixworks 然后有COS2 还有Linux QNX等等 我们做一个 给大家做一个比较简单 全面的一个介绍 那么首先看第一种的操作系统 就是那个Nuclears 那么Nuclears Plus呢 它是一个实施性非常强的 而且它是一种强战式的 和多任务的一种实施操作系统 那么它这种系统呢 它非常适合于实施性和要求极高的一些 切入式的应用 那么它的系统代码呢 它95%的代码都是采用一种 NFIC编制的 那么只有极少数的 那个与硬件结合的相当紧密的那些程序呢 它是用一些特定的汇编来完成的 那么所以说这种Nuclears Plus 它有很强的一种可一致性 那么几乎都能应用在 任何的微处理器平台上 那么它的核心部分呢 通常是以C的 C库的 C语言库的 C函数库的形式呢 提供给用户呢 那么然后呢 将实施的应用建立在 它这种核心的库上 那么生成的这种可知性的代码呢 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到目标机 或者放置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处理器的一些程序 存储器必须有一些 Room当中或者Flash当中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系统加电 那么加电以后 系统自动就会从这 Room或Flash中读取这个程序 然后在目标系统当中运行 那么通常情况下呢 在一个典型的一种 实施的目标系统环境当中呢 它能够提供所有的 基本上是几乎能够提供 所有的一种RTOS的服务 那么它的一些指令域的操作系统呢 它的印象大约也就占20K的 20K的内存 所以它的这个内存的占行量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它一般呢 可以可以原代码的形式来提供 所以可以我们可以通过一起 阅读它的原代码 可以更加深入的掌握这种操作系统的本身 而且可以修改 这种原代码来满足一些特殊层次的一些需要 那么Nuclearist Plus呢 那么它是在一个实施应用当中啊 所以说不同的任务 它有不同的实施性的一些要求 所以在不同的任务间 调度处理器的策略也是比较重要的 那么它这种呢 你调度的好坏 它是会直接影响你这个系统的应用性的 那么一些比较简单的 一些实施的应用 或者一些软的实施的系统当中的RTOS呢 那么它的常常呢 是通过把处理器呢 分配逻辑 嵌入到实施应用体系的各个任务中 然后呢 它采用控制环的方式 顺序的轮循来调度各任务的执行 那么这种实现的技术呢 会有一些缺点呢 比如说它的响应时间比较长 也就是说 一个关键的事件到来 会需要我们立即处理的时候 那么处理器呢 更处于一个最坏的形状任务 调度当中 那么这个关键事件的一些处理呢 就必须等到这个最坏情况的任务执行完以后 才能获得这个CPU的执行权 那么第二个呢 那么它的一个弊端呢 就是一个修改比较困难 也就是说 它是由于CPU它是分配逻辑的 而且是被均分到整个应用代码当中的 那么任何一个任务的执行时间呢 都与它其他任务的那个执行时间是相关的 那么所以当对某一个任务的代码进行修改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影响一个系统 影响整个实施系统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它吞吐量比较小 第四个呢 它就是增大了这种软件的开发难度 等等吧 这些方面开发起来应该说是相当不方便的 那么Nuclears呢 那么它呢 它是按照不同的实施任务 对时间的要求的不同来分配这种CPU的资源 那么当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任务需要执行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Nuclears Plus就挂起 当前正在执行的任务 那么它转向执行优先级比较高的一个任务 那么当这个优先级比较高的任务执行完以后呢 原来就被挂起的任务 被重新换洗继续执行 所以呢 这种Nuclears呢 它里面的最快的情况的反应的时间呢 就是当前任务被挂起的时间 比较高优先级任务被换洗的时间的一个核 那么这个核呢 是一个固定的指 也就是说Nuclears呢 那么这种的实践机制的不同呢 那么这种程序的修改 这种任务的增加 都不可能影响到关键任务的实践 它会实施性的要求 那么从软件开发的角度来说呢 那么这种系统呢 它只有一个任务的独立性和一个较高的一个模块化程序 只有这两个特点 那么所以说呢 它可以使很多的软件工程师 可以在这种操作系统下面 可以协同工作 而且可以相互不会影响 那么Nuclears呢 它还能提供一个独立于目标机平台的一个运行时间环境 那么这些呢 对实施的系统的开发人员 可以带来两个方面的好处呢 那是哪两个方面的 第一个呢 它就说开发人员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实施任务的处理上 而不需关心一些底层的硬件细节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开发出来的软件 那可以运行在这种大多数流行的处理器上 所以说呢 它这种结构特点呢 就可以极大的提高了这种开发的效率 那么降低了开发的成本 那么它又具有非常强的可疑之性 那么可以保护自己开发者自己的成果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所要介绍的一个Nuclears Plus这种操作系统 那么下一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VX Works 那么VX Works呢 它是美国的一个WRS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Wonder River System 那么这个公司它是这个公司推出的一个实施操作系统 那么这个WRS公司呢 它这个公司呢 它是建于1981年 它是一个专门从事实施操作系统开发与生产的一个软件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现在是在实施系统这个领域是非常 地位是非常那个尊崇的 它是被认为一个具有领导作用的一个 在这个实施操作系统这个领域 它是一个具有领导地位的一个公司 那么它是1984年呢 它推出了它的第一个版本 也就是VX Works 1.0.1 那么97年它才推出了一个准新的版 就是5.3.1 那么VX Works它的应用呢 因为它是一个运行在目标机上的一个高性能的 可裁剪的一个嵌务式的实施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良好的可靠性和卓越的实施性 可以广泛的应用在各个领域 比如说一些通信啊 军事啊 航空啊 航天啊 等等一些高的高精尖技术 以及实施性要求极杠的一些领域 比如说美国的一些F16啊 F18战斗机 包括它的B2 引擎的轰炸机 还有一些爱国式导弹上 那么包括一些火星的探测器上 也使用了这个 VX Works的这个测作系统 那么它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呢 也是达到了那个第一位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VX Works的特别 这个测作系统有哪些特别 那么VX Works呢 它的开放式结构 还有对工业标准的一些支持呢 它可以使开发者呢 只需要做最少的工作 就可以设计有效的 适合与不同用户要求的一些 实时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特点呢 也比较多 这里来简单的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V内核的结构 那么最小的结构呢 也就是它的内核 它是小于8K的 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Nuclear NuclearS呢 它的内核的是20K 那么它这个就变得更小 那么它的中段处理的时间 是微秒级的 那么这个时间应该说是比较短 很短的一个时间了 那么第三个是高效的一个任务管理 那么第四个是一个多任务的一个 具有256个优先级的一个多任务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具有一个优先强占 还有轮转调度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六个呢 它就是快速的确定的一个上下门的转换 那么还有下面是一个多处理器的一个支持 那么这一点是对这个操作系统是很重要的一点 要否则你的操作系统做出来 只有一两款处理器可以用 那么你的 那么你的那个市场的销售量可能会 较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阻碍了 那么下面一个特点呢 就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任务间的通信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具有优先继承的一个二进制技术器 还有护士的一个信号量 那么关于这些任务间的通信呢 这种信号量的问题呢 我们在往后的那个讲述当中 会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 这里不再详细说了 对还包括一个消息的对立等等 那么还有一个它可以掏接子 还有共享内存 还有信号的一个异常处理 等等吧 这些特点 还满足一个TCP IP的一个协议 那么它的特点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这里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它的开发工具呢 那么95年以后呢 如果这个WRE公司呢 那么它就推出了一套实时的操作系统的开发环境 这个环境就叫Tornado Tornado呢 它的集成环境呢 就提供了一种高效 明晰的一种图形化的一种实时的应用开发系统 开发平台 那么它包括一套完整的一个面向 嵌入式系统开发和预测工具 和调试的一个一种工具 那么这种Tornado呢 它的环境呢 采用一种主机目标机交叉开发的一种模型 那么应用程序呢 在主机的这种Windows环境下 编译链接生成这种可执行的一种文件 然后下载到目标机当中 然后通过主机上的那一些目标的服务器啊 和目标机上一些目标代理的通信 就完成了对应用程序的一种调试分析 那么这种Tornado呢 它包含三个完整的部分 那么第一个就是它的系列工具 就是一套位于主机或者目标机上 强大的一种交互式的开发工具 和应用程序 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 那么它有一个就是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Vixworks的一个系统 那么就是目标板上 这目标在我们这个目标板上呢 它有一个高性能可扩展的一种实时操作系统 就是Vixworks 那么还有第三个部分 就是一种可选用的连接主机和目标机的 一些通信软件包 就这一款它的通信软件包 比如说一些一态网啊 包括一态网圈形器啊 在线访器或者一些入路的访访器等等 那么它的一种开发主机呢 就可以支持一些Windows NT啊 比如说3OS HP Unix等等 还有95新用系统都可以使用 那么从内的它的结构的专门设计呢 就可以为开发人员和第三方的工具 工具厂商提供了一个开发的开放的一个环境 那么已有部分的应用程序接口呢 就可以利用并附带一些参考书目 那么它的内容呢 从开发环境接口到连接实现 就整套的这个过程都会提供给你 那么它还包括一些强大的开发和调试环境 调试工具 那么尤其适用于面向大量问题的一些嵌务开发人员 那么这些工具呢 包括一些C啊 C++啊 远程 远级的一些调试器 目标 还有工具管理 系统目标跟踪内存的使用分析等等 那么它的开发平台呢 包括一些NT啊 就是这里 我们刚才所说的NT啊 上OS 还有啊 还有上OS等等 那么它从这里支持的处理器呢 也比较多 比如说86啊 68啊 还有一些 960啊 Codefire R3000 R4000 等等 ARM ARM IPS 等等 支持的处理器就比较多了 那么这个支持的处理器都是32维的 我们这里也就不再重复的说了 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看一个第三种 第三个常用的一个操作系统呢 就是UCOS2 那么这个操作系统呢 它也是一个圆满公开的一个 TEM式的实时操作系统 那么它是由 有一个人 它一个人叫 Jane Jai Laborosis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国的一个人 发发的 那么它呢 用于多个领域 比如说照项机行业 医疗器械 音响设施啊 发动机控制啊 网络设备啊 高速公路电话系统 自动取款机啊 还有一些工业机器人啊 等等 那么它的应用范围是比较高的 那么很多的高等运行都将这种 OCOS2呢 做一种实时的操作系统来 来讲的 那么它的有一个特点 几个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公开原码 原代码 这个我们都很清楚 那么它的代码是公开的 而且是用于非商用目的的 那么可以是 我们用的是可以是免费使用的 那么它操作系统的注释也是非常详细的 那么学习起来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的可移植性 那么绝大部分的那种 OCOS2的这种操作系统原代码 它是用于按按键来点写的 那么它和处理器应件相关的部分代码 它是用汇编语言写的 那么汇编语言写的部分代码 它是基于移植有关 以压缩到这种被替的限度 所以可以通过修改这种汇编语言的 和一小部分最原代码 可以把OCOS2移植到许多处理器上面 那么说只要这种处理器满足这些条件 比如说我们这些条件 那么这种OCOS2这种系统呢 那么它就可以在一些绝大多数 8位啊16位 包括32A64位的平台上进行运行 那么这些条件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有对战指针 那么它一致的条件呢 第一个就是有对战指针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有CPU内部的继承器的入战 出战的指定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使用的一种C编语器 支持内嵌汇编 或者C语言的可扩着和连接汇编模块 那么使得这种开中 让观众能在C语言当中实现 那么OCOS2呢 它还需要有一些特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它就是可固化的 第二个呢 就是可裁剪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战先式的 第四个就是多任务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可确定性 那么第六个是任务战 那么第七个的是系统服务 那么它提供了那种多种系统服务 比如说信箱了 消息队列 信号量 分区 内存管理 还有一些定时器的一些相关的功能等等 还有一些增长的管理 还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等等 它的特点 我们可以简单的从这几个方面看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种 嵌务式的这种 Linux这个系统 那么嵌务式的操作系统呢 那比如说那个 刚才我们之前说的那些 比如Vixworks Nuclears 它都是一种商业化产品的一些 专用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价格是比较昂贵的 那么 那么嵌务式的Linux出现了 那么它也是一种 作为一种实施的操作系统 也对这个实施的操作系统 这个领域带来一些 新的一些生机吧 那么嵌务式Linux相对于 前面的一种商业化的 嵌务式的操作系统 它具有无可期待的一些优越性 那我们先看一下 它的领域哪些方面的优越性 那么首先呢 就商业化的嵌务式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都没有公开其核心的一些原代码 那么之前我们刚才说的UCS2 包括一些那个 这种Vixworks 等等 那么它公开原代码呢 那么它只是 它只是公开了一些比如说 我们应用的一些代码 那么它的核心的一些原代码 还是没有公开的 那么这种核心的原代码 它的封闭呢 封闭性呢 就大大限制了开发者的一些积极性 那么第二点呢 就结合一些国内的 我们现在国内的群体 当前国家对研究制度 它是大理支持的 它被原代码开放的 也就是引领火飞广 就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权子 之外呢 对上述的应用开发者来说呢 现实系统还需要的是 一套高度减列 界面友善 质量可靠 应用广泛 低于开发和多任务 而且价格低廉的一种操作系统 那么不久的将来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从冰箱啊 到 那个 内置的处理器呢 因为Linux这种开发性能就可以 它的应用就非常广了 它可以适合一种 多数的Internet这些设备 包括一些我们的服务器啊 桌面啊 签物室各方面 都会成为它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应用领域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种 Chainless这种Linux的一些特点 那么Linux呢 它是为Chainless的操作系统提供了一个 极有吸引力的一个选择 那么它是和Unix比较相似的 它以核心为基础 完全内存的保护 还有一种多任务多进程 那么它支持一种比较广泛的一些 计算机的硬件 比如说86啊 Alpha XPAR 还有PPC ARM等等 那么它的程序员代码是全部公开的 包括一些核心代码 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修改这些代码 那么可以在GPL 通用工写下 发布这些修改后的一些原代码 那么这样呢 我们开发人员就可以对操作系统进行一些定制 那么同时由于有GPL的一些控制 那么大家开发的一些产品 大都相互兼容 而且不会走向分裂 那么它的主要的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第一点呢 就是可应用于多种硬件训练 那么Linux呢 它已经被移植到一些多种的硬件平台上 那么这对一些受开销啊 时间限制的一些研究和开发的项目 是比较吸引力的 那么它的原型呢 可以在标准平台上开发 然后移植到一些具体的硬件上 那么它加过来就是软件与硬件的开发过程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Linux它可以随意的配置 它不需要任何的许可证 或商家的一些合作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这是完全免费的 它的原代码可以无偿得到 那么这一点也是最吸引那种开发人员来说的 那么它第四点呢 它就本身有内置一些网络支持 第五呢 它是高度的模块化 那么第六个呢 就是嵌入软件的一些模块 就允许在系统运行的时候 我们在Flash上面呢 升级应用程序 还有可以加载一些驱动的一些程序 第七个它就有些非虚拟的一些内存 那么第八个是标准的Linux 它的另一个特征呢 就是虚拟内存 刚才说了它有非虚拟的内存 那么它还有一些虚拟内存 那么第九个呢 就是在嵌入软件系统里面 它是不需要虚拟存储器管理功能 那么实际上我们用户呢 是不希望它用在那种实时的关键系统当中 那么因为这种虚拟的那种 存储器管理功能呢 它会带来一个无法控制的 时间的因素造成的影响 那么实时系统的一个软件呢 它必须设计的更加精湛 来适合市面上 嵌入式物理设备的一些限制 那么下面一个就是QNX 那么这个QNX呢 它是一个微内核实时调作系统 那么它的核心呢提供了四种服务 第一个就是进程叫调度 第二个是进程间的通信 第三个是底层网络通信 那么第四个是中断处理 那么它的进程都是在独立的一些地址的空间进行运行的 那么它所有的一些其他的操作系统的服务 那么它都是一种以用后应用程序的形式来提供给用户 那么所以这种QNX它的核心是非常小的 大约只有12个K 那么它的运行速度也是非常快的 那么它是被认为是X86上最好的那种嵌入式的实时操作系统 它也可以支持标过一些RBC、MIPS、ARM等等 一些微内核的实时平台 那么QNX的一些特点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提供的是一个QSX1.1B的一个标准的一个进程调度 那么它有这个32个进程优先级 包括一些抢战时的基于优先级的一页任务的切换 还可以进行一些调度策略 比如说一些FIFO啊轮转策略 一些适应性的策略等等 那么它还有一个 那么它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开放性 那那么QNX它的刚才说了它就是那种POSIX的这种兼容性 它可以提供一些UNIX特色的一些编译器 还可以调试器等等 那么XMindos包括一些XMindos、TCB、IP啊 它都是一种UNIX这种最终是我们UNIX 那那个程序员所非常熟悉的 那么它可以支持多种呢 CPU啊包括AMD 比如AM386等等 还有这种X86啊奔成等等 那么它是多种总线的 比如说PCI啊 有ISO、ISO总线、SDD总线、PCI、PCI总线等等 还有PCI、还有VISA等等 这种多种总线 那么可以有各种的外设 比如说一些多种的一种 S1、S2修备啊 IDE啊 这种驱动器 包括一种以太的网卡 10兆和100兆的以太网的网卡 还有一些支持一些闪存啊 声卡等等 那么KUNIX提供的系统服务 我们来看一下它所能提供的一些系统的服务 那么第一个是多种资源的一个管理器 那么就是各种文件系统的设备管理 支持多个文件系统的同时运行 包括一些设备上的管理等等 那么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图形和窗口的一些支持 包括KUNIX Windows X-Mindos System等等 还有MS-Mindos NT啊 95啊 这种远程图形的连接 那么还有一个服务呢 就是TCP IP的一个协议 那么它是一个高性能容缩型的一个 KUNIX的一个网络 那么它是一个更加符合传统的一种 分布式概念的一种 操作型操作系统 那么它的目标呢 就是把整个局域网 变成一个大的超级的计算机 那么可以使网络的存在 对用物透明 那它的文件系统的提供的服务 也是非常丰富的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个 就是这种分布式的程度越高呢 那么它的系统开销也就是越大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就是这种ThreadX 这个系统 那么ThreadX呢 它呢 它是组合了一个小的存储器的系统 那么最低可以达到5K 那么它与硬件的一个小的 组合这种小的存储器容量 和一个硬件的实施能力 那么在40兆时钟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在PowerPC 这种860的处理器上跑 那么它上下位的转换时间 是不到两个微秒 那么对这种ThreadX它的支持呢 已经被集成了这种 Multi这种工具当中了 那么可以我们在调试的时候 就可以利用它的内核的一种功能 那么它的一些工具 还包括适用 用于在主机上进行开发的一些模拟器 那么当然这种Multi这种ThreadX 它已经为这种 比如说821 860啊 750啊 还有CodeFail啊 MFPS SHARM等等 包括一些Strom 它这种处理器 提供了好各种版本 那么可以移植到一些 比如说M2 NEC啊 等等这些系列当中 那么它所以它支持的这种处理器 的系列还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一款我们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种Windows CE 这个操作系统 那么Windows CE呢 它是微软公司 它是为开发各类公众强大的信息设备 来开发出来一个嵌务式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小巧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系统 那么这个系统它的核心呢 全都是用4亿元开发的 那么它的操作系统的本身呢 还包含许多有各个厂家 比如说用4亿元或者汇变员开发的一些驱动程序 那么它的内核呢 就提供一些内存管理啊 请先多任务啊 还有些中端处理的功能 那么内核的上面呢 它是图形用户界面 包括一些GUI啊 还有一些桌面的应用程序 那么在这种GUI的一些内部程序呢 它运行所有的应用程序 而且多个应用程序呢 可以同时的一经营系 那么它虽然是微软开发的 那么所以但是这种Windows E呢 它是没有DOS模式的 那么它的应用呢 比如说掌上电脑啊 手持着这种PC啊 还包括一种手持着PC等等 那应用是比较广泛的 那么它有一些 Windows E它自己的特征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核心操作系统的一些特性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核心操作系统的特性呢 那么它首要的特征呢 就是它的操作系统特性 那么它是一个32位多任务 多线程的操作系统 那么它使用的是一种平面的模式的一种寻止内存 那么它能同时运行多个程序 并支持一个程序中拥有多个线程 那么它这种体系结构呢 它是基于这种 Windows 98 和NT的这种体系结构 那么第二个特征呢 就是它的网络特征 那么它是不停支持这种 Windsoc 1.1 变远 也成功的一种internet应用程序,而支持了部分的 internet库,以便是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种http的这种操作 检索文档,它同样支持一种基于台式机的服务器的 就是windows机器上的一些网络的共享访问 那么它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通信特性 那么它支持的窗口,还有一些红外连接的一些通信 那么它的窗口和计算机的窗口,它都是一样,都是标准的 那么可以把这种标准的这种调整解调器,或者其他的一些窗型的设备 我们就可以连接到这种windowsc的这种窗型口上 那么它提供的窗口通讯呢,就可以比如说通过一些标准的窗口 比如说2s,2sn2,这种借口来实现 那么它的最高的传输速率呢,是115.2K比特每秒 那么这种速度下通信的时候,那么通信双方呢 需要经过一个硬件握手,那么才可以建立这种连接 而且要求通信对方的主机有更快的出入器 那么它同样还支持连接到这种rs2321i上的一些调整调器 或者一些通过内部连接的计算机卡 那么通信软件呢,它的支持呢,包括一种VT100 中端模拟啊,PPP啊,PAP,还有CAP,还有IP等等 那么它提供了这种windowsc的2.0呢 它提供了一种通过窗口线连接打印机的这种功能 那么可以通过一种红外的这种IDH通讯那个驱动啊 兼容打印机进行打印 那么它如果说我们这种应用程序需要两个windowsc设备之间 进行一些数据通讯的时候 那么红外端口 这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 那么它虽然是使用这种创新端口进行数据的传输 那么但是这种红外端口的传输速度 它比那个创新的速度还要快 而且对最终的那种用户用起来 因为使用起来是更方便的 那么它第四个特性呢 就是它的数据库的特性 那么为基于台式器的这个windowsc来进行数据库的开发的时候呢 那必须选择就是购买某种第三方的数据库的引擎 或者选择一个包括数据库引擎的一个开发工具 那么windowsc呢 它是一个操作系统本身具有一个 从程序内部创建和访问数据库的一些一个功能 那么它是一个唯一一个 直接把数据库功能内置于OS本身的一个操作系统 那虽然它说通过上一个十分成熟的一个数据库的引擎 但是你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用户的一个需要 那我们看一下这种windowsc和windows的这种 区别 这两个操作系统有什么区别呢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ce上面呢 它是不运行线路一些应用程序的 那么它不运行任何现有的这种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 那么也就是说它所有建立的windowsc超过数据 实时的应用软件 那都必须windowsc重新编译链接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严格的内存线 那么虽然目前那个操作系统或者PC的内存容量 发展是非常快的 我们都知道啊 但是98呢 比如说一些98呢 它可以为这种操作系统包括98XP 包括我们现在出现的Vista 那么提供了这种非常大的一个高效运行的一个基础 那么ce呢它是比情况是不一样的 那么它有些内存限制 主要是由下面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 有一些内存的限制 第一个呢就是建设物理的内存数量 那么大多数的ce它的设备呢 只是中央相对较小的一些物理内存 比如说我们这掌上这种PC呢 它就它内存只有四兆或者一些八兆 那么第二个就是用户控制内存的一些应用 你就为了降低这种ce的成本 那么微软还有很多的厂商 那么在开发ce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是不为这种ce来设置这种硬盘 那么为了弥补的这种 我们这个硬盘带来的一些存储量的不足呢 那么它的设备当中的物理内存呢 主要用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程序内存 也就是我们所用的程序内存的一些RAM 第二个就是随机的存储器磁盘 就是RAM disk和这个东西 那么第三个 它们之间的不同呢 就是ce它有精简的运营铸和API 那么ce和98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前者缩减了一个CC++的运营铸 那么比较常见的这种 扩函数呢 已经被这种API的函数来代替了 那么第四个区别呢 就是说ce上面上通常是没有鼠标的 那么第五个呢 就是ce的硬件 所以不需要 一